2018年9月28日 吕嘉在中国设立全球华人艺术发展基金 该基金的成立 彰显了华人艺术家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建的使命 担当 吕嘉是享誉国际的指挥大师 以其对东西方音乐的深刻把握闻名 24岁赴德国柏林艺术学院深造 26岁任意大利特里埃斯特时 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 31岁成芝加哥交响乐团首位中国指挥家 41岁任意大利维罗纳歌剧院音乐总监 乐评人说 他比意大利人还懂意大利歌剧 华侠华人群体中 吕嘉早有盛赞 2015年出任全球华人乐团团长以来 连续职棒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 年年相约桥包奉上专属于桥的艺术盛宴